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游天下一边寻得有慧根之人 传自己的法事 这一天他来到了黄梅县 正在赶路的时候 看见一个平家小儿在路旁坐着 什么叫平家小儿大家知道吗 这是比较农民的孩子 比较贫苦的 这小孩尽管贫穷 却脸无忧色 就是没有好像看见别人 很担忧的 或者很觉得不好意思的 对不对 那么骨相奇袖 异常动人 就是这个人要看骨头的 所以很多人说 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官相 官有官相 你做什么事情 什么相都有 所以一般的人 如果你的相要好 庄严的话 你要天庭饱满 地角方圆 对不对 天庭在哪里 大家告诉我 额头 所以叫你们头发 不要把天庭遮起来 如果你们一遮 运气就没了 地角在哪里 知道吗 都知道 我就不讲了 怎么都听不懂的 我想起来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人上台跟人家讲 先不讲话 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 结果没人讲话 大家有知道我今天想讲什么的吗 有些人举手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些人没举手 有些人举手了 有些人没举手 结果那个演讲者就说 哦 居然很多人知道了 那么你们没有 不知道我今天想讲什么的人呢 去问那些 他们知道想讲什么的人 所以我就不讲了 笨的了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四主呢 就问这个小孩 你姓什么呀 小朋友 小朋友 小孩 居然口齿伶俐 回答说 我的姓 还是有的 但是不是 寻常的姓氏 哦 不是寻常的 四主接着问道 那么你到底 姓什么呢 姓佛姓 这小孩子居然说 姓佛姓啊 四主想 小小的年龄 他居然懂得佛姓 就决定考一考他 这么一说 你是没有姓了 就问他 你没有姓了 没想到童子对答无误 姓空才无姓 哇 这么小的小孩子 哎哟 那个四主啊 婴儿大喜啊 他就跟着童子到他的家中 他求他的母亲 让这个小孩子出家 说这个孩子不得了啊 这个童子后来 就是后来的五主 叫红忍大使 所以 其实禅 并不是讲究外在的名号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懂禅 哎呀 我知道禅法 我告诉你 你说你懂禅法的人 你不一定真的懂 你真正懂禅法的人 那是禅在心中啊 四有四无啊 所以 不在乎外表刻意的安排 所以这个童子 他说 无姓 不是没有姓 而是他心中呢 没有对姓的执着 所谓的空姓 佛姓 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姓 对不对呀 每个人也懂得佛姓 到后来变成空姓 那么佛姓和空姓 到底最后有没有姓呢 因为我们没有对空姓和佛姓的执着 所以我们可以称为无姓 但是一旦你执着了 你就拥有了人间的佛姓 失去了空姓 所以我们对人间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执着 要想开 要放下 因为时间能洗去我们心中的忧伤啊 要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